国务院总理李强 14日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 李强表示 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决定将中委关系提升至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 这是两国关系史上的里程碑 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局势 中委应坚定携手同行 不断深化战略协作 妥善应对风险挑战 更好实现共赢发展 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伪方 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 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 愿同伪方加强发展经验交流 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 扩大人文交流 密切多边协调配合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马杜罗表示 中国发展汇集本国人民也造福全球 伪中建立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 是全球南方国家合作的里程碑 伪方愿同中方加强经贸 科技 文化等领域合作 开辟两国关系的光明未来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